国安队今天晚上是在公然体育场主场来迎战广东日之拳队 最终国安队是非常轻松的 5比1战胜了对手挺进足鞋杯把墙 由于周末还有中超联赛 因此本场足鞋杯比赛 北京国安队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调整 洋运等多名小将轮换出场 而商誉的王小龙也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 刚刚加盟国安的乌塔卡虽然不能够上场 但他还是来到现场观看新东家的比赛 尽管日之拳只是一支中甲球队 但是他们严密的防守令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到胶着 直到第18分钟的时候 国安队才首次威胁到了对手的球门 张希哲快发任意球直接攻门 对方门将罗足庆精神集中 将张希哲的攻门扑出了底线 利用这次脚球国安队再次获得机会 调成进区内的投球攻门 只可惜还是无法攻破罗足庆的失智观 久攻不下的国安队在第35分钟出现了失误 郎正的解围失误送给了对手单刀大理 不过好在杨志表现神勇 化解了对方的这次必进球的机会 或许是对方的这次攻门刺激到了国安队 仅仅三分钟之后国安队就进球了 利用对手的精神不集中 国安队再次快发任意球 张希哲接到洋运的传球 禁区内低射 终于攻破了日之拳队的球门 1比0国安队取得了领先 这离进球也极大的鼓舞了国安队的士气 而意外的丢球却严重的打击了日之拳队的士气 第二个丢球也是随之而来 王浩与王小龙的心有灵犀撕破了对手的防线 王小龙抢在对方后卫之前 把球送入了球门 2比0国安队扩大了领先优势 一边在战 主教练斯塔诺用格隆换下了卡努特 为周末的联赛流利 格隆上场仅仅四分钟就起了作用 他的传球迫使对方后卫将球直接送给了王小龙 小龙摆脱之后一脚竞射 皮球直挂球门四脚 3比0国安队已经遥遥领先 大比分领先的国安队多少有些放松 第54分钟日之拳队抓住了机会 他们连续的配合撕破了国安队的防线 前亚太队外员多利投球攻破了杨志八手的球门 1比3 日之拳队似乎看到了逆转的希望 第60分钟 国安队险些进球 少嘉一开出脚球 狼征抢前点投球攻门 只可惜被守在门前的后卫将球结尾 第83分钟 国安队锁定了场上的胜局 格隆进区前突然起脚 皮球打在对方球员身上变线飞入了球门 凭借着足鞋背上的这粒进球 厄瓜多尔人也成为了本赛季 国安队第一个在三条战线上都有进球的球员 而商庭捕食阶段 国安队本场是第五次攻破了日之拳队的球门 少嘉一停球 抽射一气呵成 一击漂亮的落叶展 轰开了对手的球门 少嘉一也成为格隆之后 本赛季第二个在三条战线都有斩获的球员 最终北京国安5比1大胜广东日之拳昂首进入足鞋背八强 下一轮国安的对手将是青岛中能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